进入每年的10月份 流星雨便开始活动了 有的几乎看不到 有的则非常值得期待 据胡方浩介绍 天顶流量是指在 辐射点位于天顶 且没有光污染的最佳状态下 因为观测者 每小时可以看见的流星最多数量 像鹿豹座 小诗座流星雨 因客观条件所限 观测到的可能性很小 而近期有望看到的则是 捏户座流星雨 捏户座流星雨 起源是来自于哈雷彗星 哈雷彗星在它的轨道上运动的时候 会留下大量的尘埃和其他的物质 当这些物质进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 就会形成一座流星雨 预计每小时天里 能在其他气达到20颗 虽然它受月光影响 但是它有20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 我们每个小时能不能看到一颗到两颗 天文专家分析 猎户座流星雨 在10月21号晚上11点 才从地平行上升起 加之受月光和爱流星的影响 肉眼可见最多每小时约一只脸颗 但即便是错过了这次观测 天文爱好者们也不用沮丧 因为即将到来的12月份 也会有流星雨的身影 12月份有一个大家非常值得期待的 就是我们双子座流星雨 双子座流星雨属于北半球 三大流星雨之一 那么1月份的这个向线一座流星雨 8月份的这个一线座流星雨 还有12月份的这个双子座流星雨 因为它们的天顶流量比较大 双子座流星雨 我记得应该是有100多 能看到的几率可能会高一些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